在一项在领域热内卢大学的实验中,受测者分为三组,且每周训练的频次不相同,分为,每周两次每周二,每周三次每周一,三,每周四次,二,三,五,每组训练,使用相同全身性训练态单,并于实验开始后第四,第八个月测量受测者再勾推,滑轮下来,腿部推举此三项目的力量增幅, 实验结果发现,此三组在力量增长上无明显差异,然而,每周训练达四次的阻别,在实验初期的力量增幅,的确稍高一些,尽管有些研究指出,每周至少要训练三到五次,力量才会有显著增长,但此份研究却显示,随着训练时间增加,两者在力量增长的差异越来越小, 这对大家来说是个好消息,毕竟你不需要再去渴求自己的训练频率,只要坚持下去,效果一样很好,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训练频率,只能给大家一些大的准则, 一,某个肌群的训练越是艰苦,它恢复所需的时间越长,训练强度如何衡量,比如说,你每次举起的重量为15千克,你完成了40次,那么这一项训练的强度就是600千克,如果下一次,你能完成更多, 二,肌肉细微损伤越严重,恢复时间越长,肌肉细微损伤的主要原因是机械工和离心负荷,每组做8到12次时,损伤最严重,或者使用大重量,每组做30到60秒, 如果你的训练强调的是动作的离心阶段,比如慢速离心,强调离心的方法,专门的离心训练,损伤也很严重, 据例来说,举众选手每周可以训练6天,他们每组动作次数很少超过5次,离心阶段不存在,因为他们举起个0之后,就让它自然下落,所以频率可以很高, 这也意味着,如果你是以增大肌肉为目的,那么最好你每次都要练到外,休息时间长一些,而如果你想练力量,那就加大重量,休息时间可以短一些, 具体的休息时间是怎样呢?你恢复能力强训练时间多的人,在5到7天内,每个肌群可以约两次, 二恢复能力一般,或者生活压力大的人,在8到10天内,每个肌群可以约两次,这也不是绝对的, 你还要考虑到间接训练,比如说,当你训练胸部时,空三投机也得到了训练,对于健身新手来说, MAX建议的训练频率一周控制三次,如果你的体能基础很差,频率甚至会更低, 那么这时,你每次应该把全身大肌群都练到,这样同样有不错的效果, 凡事过犹不及,健身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不可能一蹴而就, 你需要做的只是坚持,而不是临时某一股肌拼命练, And 建于美2018年9月开新开上市,点击下图购买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